欢迎信号线煤电 现在我就开始这样子解决 现在是一台灯刚刚启动 然后等着启动完了 我们用空台插上 现在是这样子 他复完位以后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拿一个空台试一下 他的信号 我们把这个插到后面 然后他这个指示灯就会亮的 如果这个指示灯没亮的话 那就是这个信号信号有问题 信号有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个信号有问题 如果他这个指示灯不亮 对吧 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指示灯不亮 那就是信号有问题 信号有问题 我们直接解决 我们把这个一二三四 还有后面那四个螺丝 就是一样的 我们找把螺丝刀 然后把十字笔把它拆下来 直接把这四个螺丝拧下来 然后拧下来 我们把他这个 把他这件松掉 它这里有一根信号线 这里你看 就是这根控制 连着这个信号的 你看这个线有没有松掉 看这里 如果这里没有松掉的话 我们把后面再踩开 你看一下这里 这个很好解决的 我们把这一头 这铺垫这边 我们把电关了 把线拔掉 把线拔掉 也是这四个螺丝 一二三四拧下来 拧下来 以后我们把这个再松掉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松掉 这也是信号 一般信号很好解决的 要不就是看线有没有松掉 要不就是这个杆着有问题 就这样子 拆开看一下 有可能就是说 线松掉了 或者这个出来了 没插紧 或者偏了 然后把两枚盖子拆开一下 就知道了 就可以了 这个信号就是这样的问题